车祸现场是在马路的这边 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一段恩怨让他们失去了十多年的亲戚 一切都要过去就过去了 我跟舅舅他们几乎是仇人 回首往事他能否释怀忘掉过去 放下了才能自己过好 面对现实他们又能否重拾亲戚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回家 小刘今年三十岁 内蒙古人是一位北漂 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家居公司工作 外表看似开朗乐观的他 内心却一直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小刘呢出生在内蒙古乌兰茶布市的一个农村 他和弟弟来北京工作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虽然北京和他的老家相距只有几百公里 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这十几年间他和弟弟从来就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 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故事还要从二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说起 这场车祸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小刘一家人的命运 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和他的家人都经历过什么呢 这里是小刘和弟弟租住在北京五环外的家 姐弟俩从一开始来北京打工到弟弟结婚生子 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这里 虽然房子是临时租来的 但是这里布置的一切让人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家里只有一张模糊的全家符 妈妈的照片要做成画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外表看似鲜弱的小刘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坎坷的绅士呢 没有爸爸呗 就是爸爸去世了 怎么去世的 车祸 在小刘四岁的时候 爸爸因为车祸去世 妈妈带着小刘和弟弟辗转流浪 先后改嫁了四次 流浪没地方住 有一个墙角 我记得好几个晚上就是在那个墙角 我妈坐在雪地上 把我抱在中间 把我弟弟放在我身上 把自己衣服脱下来这样一过 后来妈妈因为承受不了生活的多重打击 精神出现了问题 最后还走失了 99年7月22 不是我们当时在山西吗 他早上起来 他说他要去赶集圈 拿一个头巾 裹了几件衣服 快的就走了 然后我弟弟就和我在后面 我们俩就追 他跟他大时候打我们 不让我们追 母亲走失后 小刘和弟弟暂时居住在继父那里 失去了亲人的他们 生活更是没有了依靠 到最后连上学都成了问题 在他们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他们决定向舅舅们借钱 十四五八 我带着我底座火车回去的 一分没有 经过了那次失败的借钱经历后 小刘对舅舅们的做法感到特别的失望 加持自己痛苦的童年遭遇 让他对舅舅们的怨恨也越来越深 就姥姥在的时候 我跟舅舅他们 就是几乎是仇人 但是我就觉得 他们的哥哥当的特别不诚实 三个哥哥 稍微帮着我妈一把 她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命运 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 小刘读到了中专 中专毕业后 她就带着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弟弟 来到了北京打工 几年后 他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 同时 他们还把远在内蒙古的姥姥 也接到了北京一起生活 姥姥跟我生活了几年 直到姥姥去世 我姥姥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姥姥也老跟我说 什么事都要多包容 放下了才能自己过好 姐弟俩经过多年的打拼 他们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到了头 小刘还因为工作突出 即将被公司派到国外去工作 这一去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临出国前 她想完成姥姥临终前 托付给她的心愿 善良的姥姥 对于小刘姐弟俩和舅舅们的关系 一直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都是自己的鼓入至亲 她希望姐弟俩能够消除 和舅舅们之间的隔阂 因为他们毕竟是一家人 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面对姥姥的遗嘱 小刘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同时随着小刘和弟弟一天天地长大 他们也逐渐地意识到 姥姥走后 舅舅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 他们也觉得这么多年的怨恨 是时候该放下了 出国的时间快要到了 小刘决定要尽快动身 回老家看看 临走前 她还特意给舅舅们准备了北京的特产做礼物 当天晚上 小刘踏上了回内蒙古老家的火车 在三个舅舅当中 小刘对大舅的意见最大 这其中的原因 还是爸爸去世时的那场车祸 爸爸是和大舅的小舅子买了一辆车 当时大舅的小舅子就在开这个车 当时是空车 然后我爸爸就坐在这个四轮车的斗里头 他应该是掉到车道下面了吧 车也觉得是会咬下去 对 那场就没有 我妈到了现场以后 看完到处都是血 正因为当年车祸的肇事者是大舅的小舅子 这也是这么多年 他与大舅产生隔阂的原因 但对于要急于完成姥姥心愿的小刘来说 他已经把这一切都放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小刘乘坐的火车抵达了内蒙古乌兰茶布市 那天下了火车就感觉我回家了 顾不上一夜旅途的奔波 一下火车 小刘便首先乘车前往真正的家 他曾经和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一路上 小刘多次停车打听 花了近五个小时才找到这个特别的地方 小刘已经近二十年没有回来过了 一进村 小刘就按捺不住兴奋起来 当时其实还没进村呢 我就已经感觉到那个村里的气息已经往外散了 小刘虽然离家多年 但村子里的一切他还都依稀记得 在这个村子里 现在还生活着小刘的大伯和四叔 小刘经过多番打听 来到了四叔的家里 随着四叔的一声呼唤 爸爸这边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亲情 终于续上了 小刘从北京带来了一串风铃 他希望他可以陪着爸爸 曾经你对我妈那么好 你走了以后 我妈为了我和小飞 不断地赶嫁 我们两个调皮 老遭人嫌弃 爸你在那边 和爷爷奶奶照顾好自己 离开了爸爸的村子 小刘开始向舅舅的村子进发 他想把妈妈这边中断的亲情也续上 完成姥姥的遗愿 谁知 当小刘乘坐的汽车行驶到一处坡道时 他忽然要求停车 急匆匆地走下车 似乎在焦急地寻找什么 车祸现场是在马路的这边 这不是双向车道吗 双向车道 它是往这边行驶的车道 当时我就记得我妈带我们过来 路上全是鞋 我曾经特别讨厌这个地方 特别恨我舅舅他们 讨厌一草一木 哪怕一块石头 我想起那些东西我就会厌恶 我就会憎恨所有的东西 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受的那些罪 小刘默默地蹲在父亲当年 遭遇车祸的地方 我们很难知道 当时他心里是在想什么 是感叹还是感伤呢 二十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 这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小刘一家人的命运 也许也勾起了他对童年那些痛苦的回忆 当汽车行驶到舅舅家村口的时候 小刘却不愿意下车了 而是命令司机掉头重新返回了市区 面对近在咫尺的亲情 他选择了回避 是他仍然不肯原谅舅舅吗 开往干购的村的时候 有经过了爸爸当时出事的那个地方 曾经以为忘了的事 自己放下的事 就一下全都翻起来了 小刘舅舅们所在的干钩子村 目前就只剩下十几户人家 由于当地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村里的年轻人都早已经搬走 或者外出打工 二舅和三舅也已经进城务工多年 只有大舅还在这里生活 大舅目前有两个孩子 女儿嫁到了隔壁的县城 儿子也在外地打工 并且还安了家 年迈的大舅和舅妈靠种地和帮别人放养卫生 一年下来收入也就是几千元钱 长年的艰苦劳作也让他们得了一身的病 对于当年的小刘母亲多次改嫁的遭遇 她表示并不是很知情 他们也只知道妹妹曾经改嫁过 直到小刘母亲走失 继父从山西发来电报 他们才知道妹妹已经改嫁过多次 当年的那一场车祸 小舅子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由于考虑到是自己的亲戚 在车祸赔偿方面 她和老伴在中间参与了协商 最后小刘的母亲只得到了很少的赔偿 当年小刘带着弟弟来借钱的时候 自己的大儿子也刚刚出了车祸 当时家里确实是非常困难 对于当年没有能够帮助到小刘 这些年舅妈的心里也是特别的内疚 大舅和舅妈这些年的遭遇 让小刘感到特别的意外 对于当年发生的很多事情 她的确还有很多不知情的细点 而这些事情追究起来也已经没有了答案 这似乎也早就没有了继续追究的必要 但是对于这个事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有所反思 我有点我篡位了 但是我没有权利 或者是我也没有资格不尊重她 不管上面革的是什么 都抵不过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事实 经过一夜的反思 小刘总算是放下了对舅舅们的怨恨 当晚她通知了远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回来和舅舅们团聚 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也直接想了 后来我就来了 第二天一早 大舅乘车从村里赶到了市里 小刘也将她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 送到了大舅的手里 直到消息后的二舅 也连夜坐火车 从外地赶了回来 放下思想包袱的小刘终于和舅舅们见面 对于两个舅舅的出现 她也感到特别的欣慰 心底里很多东西 真正放下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舅舅他们能感应得到 他们也能知道说 真的我们这个家族要团圆了 希望他们都能来 虽然今天三舅没有来 但是也没有遗憾 大舅这么大了 六十多岁了 二舅从包头过来 对于他们来说 这么大年纪 这么丰富地过来 其实我还是挺感恩 挺感动的 当年车祸赔偿的时候 如果大舅能够很公正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小刘的母亲或许也不会因为生活拮据 带着孩子四处流浪 并且多次改嫁了 如果当初舅舅们能够给妹妹更多的关心 能够在生活上多帮她一把 或许两个孩子的童年 也不会如此痛苦了 以至于他们连学都上不起 最困难的时候 姐弟俩没有从大舅那里得到一分钱的资助 只能是辍学打工 在常人看来 大舅的做法的确是让人很难去原谅 但是小刘却选择了原谅 与舅舅和解在她看来 其实也是和自己和解 和童年的痛苦彻底的告别 因为她知道 无论发生过什么 亲情始终是最重要的 学会宽恕和接纳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这也是完成了最爱她的姥姥的遗愿 我是许俊 明天见